张贵荣张大姐去吧 你好 我是红娘孙茜 你好 好年轻啊 你今天多大岁 不是68是不是 属龙的是不是 张贵荣68岁 丧偶 退休金3000元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61平米 在咱这房子房里江湾挺近的 挺近挺近 然后现在咱们得去锻炼呢 对 我锻炼回来 对 我那个我先再买点菜 张大姐的家离江边步行 也就十多分钟 每天早上 她都习惯去江边锻炼一个小时 然后顺路在早市 把一天的菜买回来 刚进张大姐家门啊 红娘就被客厅书柜里的 一张照片吸引了 这是在计划牡汤存厂 这是93年到牡汤存厂 这是芬兰的销售经理 那这是给你什么呢 互相换纪念品 哦 七年到的秦宏厂 到那是供销科长 89年当的经营厂长 就是原来的经营厂长 到岁数了 我就接班了 那那年是多大呀 39 39岁就当上了女厂长 对 我是第一个女厂长 39岁的时候 张大姐所在工厂的厂长退休了 当时工厂效益并不是很好 身为供销科科长的她 因为头脑灵活 人脉资源好 就被推选为新一任的厂长 在她的带领下 工厂很快就扭亏为盈 她这个女厂长的知名度 一下子就打开了 93年到的牡堂存厂 95年到圣经沟链化 反正调我去的地方 都是开不出来值 卖不出去货的 这是我们把产品打出去了 出口 出口是创业会的 经过计划进出口公司出口的 那我能问一下 为啥把你调去的地方 都是卖不出来货 就卖不出去货的 为啥把你调过去 是啊 最困难的地方 就让我去了 那是鼻子 是不是 那你说 你不努力的话 工作要你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进了那几年 对 就把厂子就给救活了 就卖出去了 又走了 又走了 又上一个更不好的工厂 用张大姐的话说 当厂长的这些年里 自己就是一块砖 哪里困难就往哪里搬 别人看到的 都是她身为女厂长的风光 可是背后究竟付出过多少努力和心血 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六八年就下乡了 你想想 比起农村那活 那你回室那也有啥说的 你就好好干吧 对不对 张大姐告诉红娘 他们这一辈人吃过的苦 遭过的罪 对每个人来说是一种磨难 可也是一种难得的历练 正是因为当年下乡的经历 才造就了自己后来懂得珍惜 不具困难的坚韧性格 自从当上厂长后 张大姐把全部经历都铺在了工作上 对家庭 尤其是对女儿 张大姐根本就无暇顾忌 直到女儿高考失利后 张大姐才意识到 自己这个母亲做得不太称职了 96年女儿上北京 可以设计那个女儿上 这是姑娘是吗 对 在北京军医学院 在哪儿 北京军医学院 当时那个孩子学习稍微差点 我就去陪读去了 这是我的工作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前半生就为了救过这场子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 孩子要上大学了 你就为了孩子 这个就把孩子培养出来 就是你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了 为了弥补这么多年 自己在生活和学习上 对女儿的亏欠 45岁的时候 张大姐就果断地办理了提前退休 一路陪着女儿从大学到毕业 从工作到结婚生子 就在张大姐已经准备好 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一个噩耗突然从天而降 我女儿是生孩子 在龙凤胎吗 生完这龙凤胎 五个月六个月的时候 她就觉得她的嗓子 说话就是挺费劲的了 我说不看孩子了 赶快回来吧 回吉林来 开始不住院 后来我给骗进去了 我说咱们住几天再回来 结果进一院就出不来了 里边就长满了 她就是说吃什么也费劲 给她胃这块给她开了一个孔 我现在给那个流石啊 小米粥啊 什么豆浆给她打进去 连摆那个靶性定位那个药也打进去 结果她怎么给她打进去 她怎么给你吐出来 不往下走 就拼命的买那个人体白蛋白呀 那都是自费的 我是不管多钱也买 对面那个床 那个一个老头 人家卧床都十年八年的 人家打三十多个就好了 咱那打三十多个人 把人打没了 张大姐至今都很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了女儿和外孙子身上 她肯定能早点发现 丈夫身体上的不对劲 也就不会有这个遗憾了 丈夫离开后的这三年 张大姐回到了女儿身边 全靠每天守着这对龙凤胎的外孙 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 现在倒是不用我了 已经上幼儿园了 孩子也出手了 嗯 行了 不用你操心了 是不是啊 那你回到吉林呢 你一个人姑娘肯定不放心呢 对不对 是啊 你想找个啥样事呢呀 算我 不要理一点 不看 折腾折腾 前面那个媳妇又这个事 那个事还是什么事 你就纠缠不清了 跟他们啊 不要那样的 尖嘴后三的人不要 连看也不用看啊 尖嘴后三是啥样的呢 特别瘦的 脑袋特别小的不要 男的 男的就标准是我们这个小伙 就起码白脸的长成这样啊 啊 就是标准的是我们这个摄像 这个长成的身材 对对对 在整我方面 张大姐很明确的知道 自己想要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具体到了差一岁都不行的程度 过了74 73是危险期 不要 不能进门 他就不行 有病了不行啊 74岁以后 因为经历了丈夫 突然因病离世的打击 所以张大姐再找老伴 肯定希望对方身体健康 能够陪伴自己的时间更长久些 同样家住吉林市的胡宗义胡大哥 今年刚好74岁 无论从个人条件还是形象气质 红娘觉得他跟张大姐都很般配 啥时候下来的呀 你这下来多长时间了 十多分钟 胡宗义74岁 丧偶 退休金3250元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面积89平米 知道红娘要来 胡大哥提前一个小时就到楼下等着了 刚见到红娘 胡大哥就先跟红娘介绍起了自己的个人情况 跟姑娘 跟姑娘一起住 现在跟姑娘一起住啊 对对对 不知道咱们仨姑娘吗 对 跟哪个姑娘一起住呢 跟最小的姑娘 老姑娘 姑娘也单身 姑娘也单身啊 大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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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毛岁46了吗 75年生人 一直没结婚 不是离了婚了还是一直没结婚 一直没结婚 你是不是太挑了 他还不说不找 谁问还说找 但是始终就是 就我知道好像没谈过对象是吧 胡大哥一共有三个女儿 现在只有46岁的小女儿一直未婚 跟胡大哥一起生活 房子 不大 88平吧 我当时想买的姑娘如果是结婚走了 就我住 但是他一直没结婚呢 我三个姑娘 那俩大的 大姑娘 二姑娘 房子也都是我给买的 他就感觉时间不太好 就是那个 那个时间又下岗 又下海的 第三套房子 有什么姑娘 理所当然就归这个姑娘了 胡大哥是在吉林青工业厂退休的 退休前本身就是车间主任 平时自己还在外边包点小工程 所以在经济方面还是很关于的 退休后 眼看着女儿们经历了下岗经商失败 不忍心看到女儿们受苦的他 把自己毕生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给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买了房子 甚至连这套本来用来养老的房子 也准备留给小女儿了 咱们找老伴了 对不对 那以后呢 我想问一下 是找个老伴 咱跟姑娘一起住 还是 我的想法吧 这三个姑娘家 都有我住的地方 但是我要找老伴 我就三个姑娘 谁我也不跟他们住 就跟他说 目的主要就是为了 找个老伴过得长远一些 你两个年岁大 你到一起以后好磨合 是不是 你这个几十岁了 你到这以后 我那姑娘 最小的都四十几岁了 肯定有个性 是不是 他们也到一起住 假如说住将来产生矛盾了 再分出去就不好了 我觉得起码就是 就是其他方面都比较可行吧 就我租房子我也认可 有房子在同意的情况下 那住那肯定是比租房子还好些吧 胡大哥说 自己之所以宁可倾尽所有 甚至都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都要给每个女儿的后半生留个保障 这里面的苦衷 只有他这个当父亲的才知道 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就因为老伴去世的早 胡大哥暗暗在心里发誓 绝对不会让三个女儿 因为失去了妈妈 而受一丁点的畏惧 我老伴96年就去世了 94年得的病 95年做一把手术 它是胃癌 胃是在这 油门是什么呢 油门那叫整个东西 它是胃腺癌 这个腺癌就是随着血液就转移 结果那95年就转移了 转移到肤口 后来全身 也是喉咙这个问题都多张罢了 对 大吃东西费劲了 对对对 那那时候姑娘最小的时候 最小的姑娘 19岁嘛 21岁 妻子去世后 身边一直都有想给自己 再介绍老伴的 可是都因为一个原因 被胡大哥拒绝了 不谈过啊 有的时候 有点外在 咱们不太知道这个事 反正啊 我就认为好像就是变相了 就是变相了 应该是把咱们兜的钱 穿插兜去吧 所以说咱们不用 是是 主要是考虑 咱们从经济上 咱们对人家服不了那个责任 所以咱也别耽误人家 一会儿妻子离开 已经整整24年了 都说儿女再好 也不如身边有个贴心的伴儿了 最近的胡大哥 愈发的觉得 自己是时候 该找个伴儿了 最好是上偶的 再一个吧 最好别把钱看得特别重 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包容 互相关心 正经过日的人 把这个应该放在第一位 年龄吧 我开始报名的时候我也讲 最好就是六十七八 到七十一二这样的 假如年龄接近的吧 因为咱找去个伴儿 想在一起过日子 有的年龄太小了 他假如他特别优越 不那么小 别把钱看得太重 最好是性格温柔 符合丧偶条件 年龄还得在六十八岁左右 胡大哥提出的这几个 择偶条件 张大姐这边也都完全符合 在去张大姐家的路上 细心周到的胡大哥觉得 今天既是相亲 也是第一次拜访张大姐的家 礼数方面绝对不能少 你帮我选一选 帮我选一选 帮我选一选 你再卖的 怎么就买四样 小的不好看 小的不好看呢 太小的不好看 买橙子相亲是什么 就是寓意能橙是吗 是吧 寓意能橙是吗 外边来了几个人 家大哥我们两个 一共三个人应该是 三个人 我都忙得都不行了 脱鞋够了 他一个人他真吃不了 水大了 我也觉得 我看个头差不多是 总也不来人 来多了人了 有点晕了 不睡不睡 走走 慢点 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听到我 同志们 找到了 我们红娘怕她说爱故意服的 好没事 大姐家二楼 好 这个楼层还挺适合你们 对 那我先走 好嘞 没事没事 来上来了 请进 请进 三爷把盆都开着 好 欢迎欢迎 不客气 辛苦了 辛苦了 不客气 这是 这是 菜已经做好了 菜已经做好了 怕你们没吃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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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炖土豆 胡萝卑 豆角 肉炖豆角 哎呦大姐 你这做得太快了 我怕你们不吃 好 首先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是胡宗一 胡大哥 好 这是张贵荣 江大姐 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挺好 挺好 我看得太好 这人应该怎么说呢 挺端正大方的 挺好 一个是气质不错 带人吧 说起来 从这个礼节上 嗯 我认为做得挺好 你看知道大伙来 知道你们挺辛苦的 你也出去 又购物 又做菜 起码这人热心 如果他对我认可的话 我认为他非常合适 刚见第一眼 大哥 大哥合适了呢 反正我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吧 我认为 应该是我找的那人 见到张大姐的第一眼 胡大哥顿时就有一种 想要跟这个女人 继续走下去的想法 无论是张大姐的长相 气质 还是他热情周到的 待客态度 都让胡大哥十分欣赏 就如胡大哥所期盼的 今天的相亲能不能成 全看张大姐这一边的意思了 少人老一点 少人老一点 哪老你觉得 走路的知识 你就通过刚才 从说我看走路资讯 你就会有点老啊 对 你觉得那块是啥吗 全是病 我走路都得小心点 你就说先看本人 本人老吗 他七十四啊 行了 七十三过去了 死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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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非常关键的 七十三是一个坎儿 那于婷大哥七十四呢 放心了 放心了 七十三没 过去了 你终于注意些 你看大哥那长寿没长到 他长寿没长出来 本来 本来胡大哥给张大姐的第一印象是长相和举止稍微有点老 但是一听洪年介绍胡大哥今年已经74岁的时候 张大姐这一边的态度马上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为啥张大姐会如此在意这个年龄的问题呢 为啥有这个要求 因为吧 我们家的人呢 我走的时候是67 我就不能再经历这样的事了 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73 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先生们过去就没事了 到80多年 这还十多年呢 对不对 你找个72 他73没了 你怎么办呢 又哭不累了 原来呀 性格保守传统的张大姐一直很信民间的一个说法 73 84 阎王不情也自去 正因为三年前经历了丧偶的打击 所以再找老伴 张大姐必须得找个能陪自己长久一些的才行 我单位吧 原来有一阶段叫四肢一人场 后来还有一阶段叫玉华丝绸 那个厂子挺小 我觉得它面积不大 那厂子吧 人最多的时候将近3000人 还是两个院 84年85年 改革开放以后呢 厂子也给点政策 厂子所有的生产配件 对我们车间制作 对外就是啥呢 对外就是玉华机械厂了 你要在对外机构车间 别人就不认可的事了 那就对外什么叫这个厂的时候 那你不认为厂长吗 那个时候就是 反正就是我是法人 就不管咋的 他手下也领导了一批工人 是不是啊 他就跟工人都一样 也是跟你一样 他的三官肯定是 和那个工人的是不一样的 当过领导 对 格局就要高一点 看事情的角度就会广一点 对 他就不是那样的 对不对 他说了算了 他说了算了 好 这也是个老厂长 这也是一个 来吧 给敬礼的老厂长 敬礼的老厂长 古大哥说起 自己曾经也当过厂长的工作经历 瞬间就勾起了张大姐 对自己这半辈子当女厂长的回忆 在四化的激青厂 那是87年去的 86年 87年是科长 供应科长 89年提的经营厂长 到93年到结化木糖存厂 也是经营厂长 然后又去了身体国联化 待了第三年 身体就不怎么好了 那上边计划公司换领导 我就不干了 那我姑娘也不行 那是我姑娘 我姑娘我也没怎么管她 学习差点 我得看着 一共39门 我说吧 姑娘啊 咱不能回基林了 已经一名二生 都是都在上北京了 怎么也得给我毕业 挖一筐鸭蛋回来 是不行的 是吧 毕吧 毕业应该毕业 都服气我了 我姑娘的老师叫丁雅 我姑娘叫孙雅 老张啊 没有你这样的家长 有的家长 初来孩子上学那天 我就没看着 到毕业那天 你没看着 我是天天 周六周日上面的报道 毕业了 意识到了自己因为工作 忽视了对女儿的教育后 张大姐在自己事业 最顺利的时候 果断地放弃一切 也要弥补这么些年 对女儿的亏欠 虽说胡大哥身为父亲 补偿女儿的方式 跟张大姐略有区别 但是为人父母的这颗心 他们俩还是很相似的 那时候孩子吧 虽然就是大姑娘和二姑娘 这命运不太好 他们那个年龄 正好感觉下岗下海 那个时候 都下岗了 所以我那时候 反正经济条件还可以吧 允许 大姑娘二姑娘房子 也都是我给买的 这房子咋回事呢 我说我呢 已经是同仁 原来我想我姑娘吧 怎么那四十来十之前 还不嫁出去啊 所以这房子虽然是他的 他嫁出以后呢 我先住着 你就剩下了 你就剩下了 我走了以后房产 就是房产权是他的 还是姑娘的 产权是他的 这等于我先住着 不吵小姑娘了 一满水在那边停了 很厉害 也不行 大哥说什么有正事 彼此互相了解的一下午 胡大哥对眼前的张大姐 可谓是一百个满意呀 好谢谢谢谢 我说你这是文武双权的 单位是好管家 好带头人 你家务活着才挺好 这只这段时间 我一看这人吧 确实各方面 就是两个人通过语言 通过语言教的 感觉总能想到一块去 这个兴趣爱好啊 其实都好像都挺吻合 应该说 有共同语言 只要是一说话 你一说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一说我也知道 对吧 一是人气质比较好 再一个对人热情 胡大哥的想法 红娘已经十分清楚了 那么现在张大姐这边 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还是得亲口听听张大姐是怎么说的 其实吧 倩倩在功劳不小 功劳不小 怎么了 那你说那么多人里边找一个这样也不容易 不打麻将 对不对 不乱七八糟的 真不容易 目前女儿还算满意 对 但是就有一点仇人了 这个姑娘怎么办呢 这个姑娘一半会儿又嫁不出去 你可没找 有点感情这个 现在就差那个孩子 看那个孩子叼不叼吧 要看看那个面相 又找你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对你非常满意 你对我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这咋讲的我不是她的姑娘啊 通过一下午的了解 张大姐慢慢地发现了胡大哥身上 有很多跟自己相似的地方 她也觉得十分想跟胡大哥继续相处下去 可是对于现在还跟胡大哥住在一起的小女儿 她心里还是有些顾虑的 开始吧 我就这儿想 我说现在在这儿找办 三个姑娘家都是我住的地方 但是我不想跟姑娘一起住 我就说两个年轻大的人到一起 好处 张大姐的顾虑 胡大哥这边表示完全理解 她也觉得应该当着我们的面 把张大姐心里的这个顾虑打消 在我们的陪同下 张大姐踏上了去胡大哥家的路 指纹锁了 我先来指纹 还没来呢 还没回来呢 姑娘是去给云上课去了 是不是 好你们坐 我我我我我去点水 这是大哥年轻的时候 看看 年轻的时候并没有现在碎眼 年轻时候不带劲 不带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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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完了快扣下来 别看了 现在看着什么片 比那时候长开点了 行行行 那咱就看现在就行了 先看我这屋 对 这大屋是你住啊 对 姑娘开始就说 她白天也不在家 说这煮卧给我 姑娘挺孝顺 把那个羊面 大个主卧给爸爸住了 就是 我们陪着张大姐 来到胡大哥家里的时候 胡大哥的小女儿 工作还没回来 坐等了快一个小时 胡大哥这边忍不住 给小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你完事吗 我还完事了 我一会回家 你你你你你回来一趟吧 回来一趟吧 虽然胡大哥诚意 希望小女儿能早点回来 跟张大姐见上一面 可是因为工作原因 小女儿实在赶不回来 不过她在电话里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对于老父亲再婚 她是肯定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 她也做不了她爸的主 这点吧 我可以不说保证嘛 让自己过来自己了解 你说这一年内 没结婚的 都像她那样贵 所以我也就 在这方面有预料 就是找个老伴 为了过的时间长 就是肯定是不想 跟她长期在一起住 说这心理话 除了找对象的事不听以外 其他的都 他也挺孝顺的孩子 就是我这几个姑娘 包括姑娘和外甥 都非常尊重我 这些年说心理话 我也做到那块了 什么时候都对得起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 也没比如干涉我 看一看呗 出一出 对 我就是要扔了 马上就觉得可惜